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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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课场作战的时候我能大胜而归 这次主场作战也一定能够拿到2023年的开年红 我已经准备好了 请关注我的比赛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有请金甲战神 杨敏 每次跌倒都是胜利的桃树 每条击土都是成长的血骨 每条伤痕都是迷彩的纹路 每条击松战跟磷百年龄 每条小姐最高的赛 每条派人都在 Anten有用 每条小姐最高的糖尾 每条小姐最高的赛 每条小姐最高的赛 中泰队抗赛第五场比赛 场上裁判刘坤 比赛现在开始 中泰队抗赛 好 这是中泰队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前面我们的比分是三比一 中方战队领先 那这场比赛 李诚老师你先预测一下 不好预测 真的不好预测 为什么呢 就是这场比赛 如果说是两个泰拳手之间的对决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因为杨明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去泰国训练了 而且拿到过全国泰拳比赛 60公斤级的冠军 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和万国冠军赛的 罗唐还有K1的冠军 五军交手的主持人 所以杨明在泰拳手的对抗当中和比赛当中 是丝毫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而且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 这场比赛真的不好 他说 哎 漂亮 也正如杨明自己所说 那熟悉的感觉也回来了 就回来了 就是品配赛 品配赛也很厉害 扫腿啊 他是这个波球的弟子当时非常出色的一位 对 你说杨明是金腰带运动员对吧 没错 但是品配赛 2009年WBC泰拳的冠军 19年IPCC 65公斤级的泰拳冠军 而且在22年的时候还是泰国泰拳国家队的成员 所以这场比赛真的不好说啊 两个人一上来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就是 进攻端都很犀利 没错 业界啊 包括拳迷对品配赛的这个评价是 技术比较的全面 扫腿飞速 重拳力量也比较强 对 你看杨明今天前手拿的报价 角度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说你说这两个泰拳手 在打一场自由国际规则的对抗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有点不好意思 拌了一下腿出去中心了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但是杨明还是一个反驾的运动员 就是绝腿 然后给一拳 漂亮 你看杨明今天第一回合就没有发现 也刻意放缓一下自己的节奏 是 对 以往杨明打我们武林峰的比赛 比如说他在面对很多我们中方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老会说他就在对峙环节的时候总会等这么一下 对吧 那其实到了太强度的比赛之后他就会非常的适应 就是两个人都是在等看谁先出就是抓那个时间差 对 如果说刚刚卫围阳和巴迪的那场比赛 我说是让我们反对呼吸的看 那这场比赛真的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对 对 就是没准哪一拳 而且很有可能是哪一腿就可能结束比赛了 是 全部给底细 对 其实进入到内围之后 我们发现尤其是进身的时候 就是杨明这个国际的状态还是有 就是连续的线上头啊这样的动作 还是会觉得会更明显一些 但是整个第一回合我们能够感觉到 就是两位运动员 首先是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就是两个人 杨明在打这场比赛的时候 就是进入到这个泰拳节奏的时候 都非常的顺畅和非常的自然 就是我们刚刚说 杨明在打国内运动员等着一下的这个节奏 在这场比赛当中就发现丝毫不是问题 没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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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谁对谁都很难的呀 又找不到这个突破口 他大体力抛了 特点他大体力抛了 我们现在看局间 对 捏住他 你现在大概能猜我看一下口型 就是在对手等点腿的时候 他跟杨明说等过一个点腿的时候 不要等过第三下 就是说点完之后 你自己要马上压上去 给你的进攻输出 不然的话这回合 你看整个第二回合 我们看杨明接对手 好 再最后一个回合 连续的给腿 品配赛第三回合 还是铁了心的要起腿 因为他现在感觉到 我如果起腿的话 还是能感到这样的机会 一旦说杨明在防守端 有运动输出的话 这腿极定是有效 而且他的腿一般 在第二腿的时候 还能够踢出来一个位移 杨明现在接腿之后 对他并没有形成太大的 一个伤害值 所以对他来讲 还是可以更多的去起腿 在这个距离用着起腿 对杨明现在 如果你要选择去接对手的腿 那么这个空间差 你要把它给利用好 如果你不选择去接腿的话 那么就不要去等对手出腿 就可能刚刚魏瑞跟人说的 就是你点完两下之后 对手就得小前腿 蹬蹬两下一点 不要等到第三下 他马上自己的拳要跟上 打进去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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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磊腿给高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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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空间差 就是空间差没有利用好 一二手一抬 对 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等对手起腿 好 好 杨明好无奈 好 快 在过往三年的比赛当中已经很久没有被对手这样的摸包过和精神残暴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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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后的十秒钟 杨明应该可以再给一篇进攻输出 扫一拳 好的 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我觉得无论结果如何 但是双方还是给我们献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手战 而品配猜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的腿法的进攻啊 不管是他的连续的举掃的勇气 还是他能够扫尽出来给出的有效击打的结果 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是的 我真正的跟派拳手去打过这样的比赛了啊 虽然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适应 这是中泰对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此时此刻在等待着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束 一号裁判 二使九 二十九 一号裁判 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号裁判 二十九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红 方 上 祝贺杨明 感谢皮肥赛 有请中央电视台 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 郭奕远孙正平老师 有请武林峰海南公司执行董事 总导演云磊先生 为双方奔奖 再次祝贺杨明 也祝贺 其实这场比赛 我压力特别大 第一呢 就是我第一次升级别多单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打60的 第一次打63 第二呢 我这个对手他是非常强的 包括粉丝啊 包括我通过我的了解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 所以说很多粉丝也不看好我 然后其实我就想用一场比赛证明自己 对手强是他强 但是我更强 很久没有打外战了 然后也是憋着一股劲 三年了 终于能打老外了 然后也非常激动 把比赛扔下来 我也敢为自己感到骄傲 也非常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温宁集团